警笛声还在大响 马路上一辆休旅车翻车 靠在警车和警用机车旁边 稍早现场还冒出大量浓烟 远警戒备因为休旅车驾驶 不只当街开车冲撞警车 逼得远警开八枪制止 搜针拍照完毕 警方捡起地上的弹壳 远警一开始朝休旅车 左后和左前轮各开两枪 但驾驶还是不愿意下车 甚至倒车想冲撞警察落跑 追逐一段路之后 右后轮再度被开了四枪 接着他撞警车翻车后 远警最终破窗 驾驶才乖乖就范 听到超骨骨骨车 他又闻到橡胶的味道 有一台警车 他侧边一直用轮胎强制摸他 摸他的车子 警方开枪逮捕嫌犯的地点 就在苗栗三异乡八股路 休旅车驾驶是一名63岁的无姓男子 他一开始在水美街 站在路中央跳舞 遭到民众报案 远警到场无姓男子马上开车逃跑 就怕当场追逐会波及其他人车 警方一路尾随到无姓男子住家前 踩蓝茶 没想到他突然踩油门冲撞警车 警方补充一名远警在逮捕过程中 被玻璃割伤送医包扎 另外还有两名远警有擦伤 没有送医 另外造成一辆警车和机车错损 无姓男子失控撞警车 导致远警受伤 还闹到要开枪制服 这些账可得好好算 听门出门 谢国金苏探引如新苗栗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